之前也只是 笑聊 有没有太多机会坐下来 这次让我好好地了解了解你们 好吧 我这有几个问题卡 深度了解吧 不光是我想了解 我这个问题可能也代表了 千千万万的优酷的 女粉丝 你的只有女粉丝吗 男粉丝我也不在乎她本来 我不在乎她本来看吧 第一个问题 在这场竞争当中 你觉得你能取得第几名 我觉得这回来吧 肯定就是想 就是马马虎虎拿第一吧 我觉得 因为 这是中意嘛 这是这个节目 这就是灌篮嘛 第一季的总冠军 总冠军教头就是我 不好意思 猪哥 你还是 这次你还得刷我的后背 你知道吗 还得刷我的晚背 真的 第一季 这就是灌篮 总决赛 总冠军奖杯 就是我和风格捧起来的 然后 我现在培养的队员 现在好像有七个还是六个 六七个吧 在CBA打球的已经 所以说我是大家可能网上现在都 我叫过军教头 你知道吗 就是说培养CBA球员培养那摇篮 我是 我带着你 在节目里我带着你 带我拿第二是吧 对 我带你拿第二 行吧 我现在有个底了 我能拿第二 你也认可我能拿第二是不是 勉强接受吧 第二个问题 你怎么在网红和球员 这两个身份之间自由地切换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其实我们在 从常规赛开始 从备战常规赛 到季后赛 到最后总决赛 就这一系列 其实对我们的思想 和身体意志都非常消耗 特别是到总决赛最后阶段上 其实对我们的意志品质 是很消耗的 就是我的那时候的感觉 就是好难顶啊 就是说每天就是吃饭 续练 然后比赛 回去睡觉 什么都不能干 然后就那种感觉 我觉得其实我一个赛季下来以后 我需要一些 干点篮球以外的事 去放松我自己 如果说心态 我一眼 我没有来这个节目 去过来 我也不会去碰篮球 其实我不是反对 就是说参加这些 综艺节目 或者是这些 就是场外的活动 但我觉得也要 就是说不能让自己 就是这样的 我可能会担心这些多一点 就是如果太多的话 其实也会就是造成 体能或者是健康的这个恢复 所以我也想就是说 也对大家就是解释一下 其实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 一个夏天的一个 对于自己身体的管理 对于我们自己身体的恢复的 一个计划 所以没问题 也不用担心 是吧 大概这样 外界说我啊 质疑我啊 或者骂我什么的 其实我都能接受 我都是很赞同他们的想法 那我没打好的话 那我其实自己也想骂我自己 我觉得这很正常